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杨子最冷门的四部剧,男主颜值简直逆天,偏偏火不起来 杨子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高颜值,强演技,让人很容对他产生良好的印象 这一类演员被称为很有观众缘,早些年杨子凭借小雪一脚爆红 不过当时考虑到学业的问题,没有直接出道 在完成了学业后,才开始慢慢接了很多剧,出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但在这么多剧中,偏偏有几步火不起来 依大家风上 这部剧的男主居然是由乔振宇饰演,华重点,居然是乔振宇 很多人都还记得,乔振宇最初在雪花女神龙中惊艳出场 成为天涯四美男之一,盛世美颜至今无人能望其向背 乔振宇所饰演的《欧阳明日》,是真正的,莫上人如玉,公子是无双 而在该剧中,饰演的男主不仅是实力宠溺女主 而且还是一个双商超高,却有点呆萌的老公 剧本好,平分高,咖位够 但是偏偏这部剧怎么也火不起来,你追过吗? 二灵魂百度二 很多人都看过《灵魂百度》 但是在近些时候,这部剧被强制下架,所以这部剧依然不算大火 而在这部剧中,杨子和马可所饰演的是一对情侣 故事情节非常虐心 杨子为了拯救男友的命,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偿还那个女鬼 最终她回去看了男友最后一眼,真是太虐心了 《三天机之白蛇传》说 这部剧中,杨子饰演的是女主白蛇 颠覆传统的剧情,让一部分观众很难接受 不过在这部剧中,男主真的是超级帅气 但是这部剧却偏偏火不起来 比起之前居静依饰演的《白蛇传》热度少了很多 不得不说,在这部剧中,男女主的CP感还是很强的 在豆瓣上额评分还比较高,只是相对比较冷门 似花飞花物飞物 在这部剧中,居然还有邓伦加盟 并且和杨子饰演的是男女朋友 很多人在当年还真没有认出她来 邓伦的颜值简直逆天 但是在这部神剧中,好像是被血藏了一样 《非常冷门》这几部剧你看过吗? 02邓伦最想合作女明星 不是杨子也不是热巴而是她 网友,有眼光 如今在娱乐圈中也有很多流量小声 相信提到邓伦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最近几年也带给了大家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 在娱乐圈的知名度也是非常高的 其实她很早就已经出道了,但是在娱乐圈中却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最近几年才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相信很多人之前应该都看过她和杨子共同出演的电视剧《相密沉沉浸如霜》 这部剧播出之后也让两个人的知名度上升了很多 不得不说真的是一无良心剧 其实当时很多人也非常看好这两位 但是两个人只是很好的朋友 并没有走到一起 大家也觉得非常的可惜 之后她又和迪丽热巴共同合作的了电视剧《1001夜》 通过这部剧人们也看到了她精湛的演技 两个人在剧中感情也是非常甜蜜的 但是这两位最终也没有走到一起 反而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如今两个人依旧是单身 也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邓伦最想合作的女明星 既不是杨子也不是迪丽热巴 而是她的偶像张韶涵 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应该非常熟悉了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 虽然她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 但是保养得非常好 从颜值上根本看不出实际年龄 也希望之后能发展得越来越顺利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 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